张本志和4比1很少进决赛 场上一举动却大败好感 日评一个赢球输文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我们国评关注本次世界杯的一些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下那么张本志和呢在最新的一场比赛当中的一些表现 我们也是到目前的其实世界杯的已经是正式进入一个尾声当中那么在今天晚上的将会迎来一个总决赛 而我们也知道那么其实这一次呢我们国评一哥凡任东已经 这个优先闯进总决赛 那么最后呢他面对的对手呢将会是来自日本这边的他们的日评一哥张本志和 所以这场比赛那么注定也会充满一个非常的可看性应该会非常的精彩 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么张本志和呢这一次确实是来势汹汹表现的相当的不错 那么在此前的几场比赛当中他都是表现的非常的神勇啊 那么接二连三呢也以很大的一个比分的优势呢很少对手 当然对到张本志和来说他这一次呢虽然说取得一个比赛的胜利 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表现出了一些动作啊包括神奇呢可能却是让很多球迷非常的难受 或者说是非常有些厌恶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终的一个半决赛的比赛当中那么张本志和呢 是4比1很少的巴西的名将 卡尔德拉诺 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张本志和呢还是以和以前一样的 每一个球就是疯狂的叫喊而且叫嚣非常的奇怪 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教训呢甚至在整个球场当中都有回荡 那么说实话虽然说赢球呢对于一个球员来说确实是值得高兴 但是那么其实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对手的发挥 而且呢他这样的一个疯狂的叫喊太大的一个声辈呢也影响到了现场观众的一个情绪 所以其实来看的话那么其实张本志和这样的一个动作虽然说他最终是笑到最后赢得了比赛了 但是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也是让很多球迷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大败好感 那本身赢得比赛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个事情但是每一个球员呢应该都有自己庆祝的方式 但是像张本志和呢这样疯狂叫嚣呢可能确实是日本球员就变了一个传统 那么除了日本之外那么我们在其他的一些国家的队员包括中国对这些选手呢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从这一点当中其实也看得出来那么张本志和可能的确实对胜利有非常大的一个渴望 虽然每赢一场比赛他都要为自己加油为自己感到呐喊 但是与此同时啊我觉得对日本队员来说呢 确实也应该注意一点就是你在庆祝的同时是否要考虑到会影响到对手包括整场观众的情绪 毕竟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说像张本志和呢 这样疯狂呐喊甚至呢整个刺癌的声音呢已经是响策整个体育馆 那无疑是有些过分的 所以可以说这一次张本志和呢真的有一点了 赢球素人的感觉 那本身赢球值得开心但是呢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却要很多球迷对他的一个好感呢也是迅速下降 所以对张本志和来说那么确确实实我觉得呢 如果说他真的想得到更多球迷的一个喜欢和尊重的话 可能在此之后针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应该去值得注意一下 虽然说可能张本志和是无疑的那么他只是去宣泄自己的一些情绪和情感 但是呢其实啊如果说你做出这种行为呢已经影响了别人 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的话那这种行为呢就是非常过分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日本对这边的选手来说呢确实以后呢应该好好 去反思总结一下 那么去改建一下这个老毛病那么否则呢可能以后的话 还是会得不到很多球迷的一个喜欢 还是会受到很多人的一个吐槽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接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